《阿富汗的变天》 他冲击的是白宫拜登才上台7个月 他的总统的正当性 人们开始怀疑他的能力 而他未来所推动的很多议题 都可能受到各法的挑战 拜登正式进入他的权利危机 登上白宫大位后 拜登信誓旦旦宣告 美国回来了 西方盟国如是重负 大国伙伴改朝换代后 终重返离去四年的国际舞台 但现实却是美国并未归来 美国第一才是拜登政府 心中默念的唯一潜台词 拜登的坚持撤军 让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 在2021年8月15号划下局势错误的据点 成千上万阿富汗人民逃亡塔利班 近乎无血革命 轻松建国后 唯一升环口 喀布尔国际机场 同一时间美国新闻频道 开始不断播放总统拜登 昔日斩钉截铁的金句 成为最讽刺的最佳对照组 唯一看 台湾是否则 尤其是南奈米党的 海洋 超级统签 对方的 海洋 不合体的 海洋 中 的 海洋 海洋 上 海洋 在 一员 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 美国人 美国人 这位 美国人 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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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利班重掌阿富汗第一天 曾換班篤定甘尼政府 在美國撤軍後 不可能快速突崩瓦解的拜登 人在哪 阿富汗危機惡化後 依舊出門度假的他 這一天愁容滿面 做困大會迎禮 視訊白宮內閣召開國安會議 措手不及的 與副手賀錦麗商討 該怎麼救出自己人 美國公民 阿富汗遍天24小時後 拜登返回白宮 表情大不相同 接下來在記者會上 吐出的每字每句 只是在告訴全世界 萬般皆錯 但都不在我 不過阿富汗政局 混亂收場責任 由他一人承擔 美國仁至义盡 一切到此為止 我站立即適合我的決策 九一一號 小布希揮軍阿富汗 歐巴馬想兌現中戰選舉承諾 一度下謀要大量增兵 最後在海豹部隊 殲滅賓拉登後 決定於2016年全數撤軍 除了就在美軍逐步縮減部署時 伊斯蘭國趁勢崛起 美國繼續陷在最漫長的海外戰爭 直到自掃門前雪的川普上台 牽線阿富汗政府與塔利班 在卡達首都杜哈牽託和平協議 定下今年五月 美國將撤軍的歷史時刻 也希望把美國外交轉向如抗中等 更迫切議題的拜登 選擇執行前朝政府 他不同意絕大多數政策的前任總統 所留下的撤軍協議 就這樣 帶著麾下這一群外交履歷 與他同樣一臣不染的政界精英 國務卿布林肯 國安顧問蘇利文 過度自信地帶領美國 走向阿富汗戰爭的最終階段 卻因錯信軍方及情報單位評估 犯下三大致命錯誤 高估阿富汗軍隊實力 未能如實掌握阿富汗民意 早已背離總統甘尼的民情現實 屬於替喀布爾政府 可能地迅速崩潔 制定應變政策 進而荒謬的只在阿富汗變天數之前 都還堅信喀布爾可堅守90天 集體失算的拜登內閣 悲慘輪為阿富汗戰爭的最後最遠 美国不是没得到过血淋淋的教训 曾在伊斯兰世界进行过 亲美政权实验与阿富汗一样 失败收场 新美巴勒维王朝 第二代国王理查沙巴勒维 与甘尼同样不得民心 他遭国内推翻后 伊朗由流亡海外多年精神领袖和美女反国掌权 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点头下 巴勒维赴美就医形同政治庇护 美意关系自此形同水火 一场又一场反美示威中 伊朗人锁定攻击德海兰美国使馆中爆发人质危机 震惊全球 但卡特并非不止巴勒维王朝成立 美国最初的推手领导人 却错在最后一步掩护巴勒维 下台一举功 练着失败 拜登会不会步上卡特后尘 观察点落赛 阿富汗会不会自此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的预风港 美国是否会因此遭受攻击赔上人命 一旦美国人再留一滴血 称不愿为阿富汗诺夫政权流血的拜登 只怕到头来恐赔上政治生命 最新专访中 ABC当家主播的步步进逼 让拜登留下访谈的最大败笔 日方高层不建议全员撤离 使他坚持一人都不能留下 Your top military advisors warned against withdrawing on this timeline They wanted you to keep about 2,500 troops No, they didn't It was split That wasn't true That wasn't true They didn't tell you that they wanted troops to stay? No, not in terms of whether we were going to get out in a time frame All troops They didn't argue against that So no one told your military advisors to not tell you No, we should just keep 2,500 troops It's been a stable situation fo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We can do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do that No, no one said that to me That I can recall So Americans should understand The troops might have to be there beyond August 31st No, Americans should understand That we're going to try to get it done before August 31st But if we don't The troops will stay If we don't, we'll determine at the time Who's left And And if there are American forces If there's American citizens left We're going to stay And we'll get them all out We're going to do everything Everything that we can To provide safe evacuation For our Afghan allies Partners And Afghans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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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ght be targeted If Because of their associ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Make no mistake This evacuation mission Is dangerous It involves risks To armed forces And it's being conducted Under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I cannot promise What the final outcome will be And what it will be That it will be without risk of loss But as commander-in-chief I can assure you That I will mobilize Every resource necessary 曾堅決撤軍的拜登 如今必須面对 为深思后果仓促行动后 导致禁患美國人 連同美国盟邦 及阿富汗当地工作人员 跟不上闪电变天步伐 只能作困遭塔利班控制城镇 陷入白宫一手制造的危机窘境 拜登只能黯然放弃坚持 表态部队会留守到撤出所有美国公民为止 且会竭尽所能 协助想离开的阿富汗人赴美 拜登已主动出击接触塔利班 让出一条安全通道 允许美军从喀布尔机场撤离持有合格政见者返回美国 而双方形成的共识默契 说穿了正式阿富汗 遭美国借助整整20年后最真实的中局写照 故人走了不再回头 灰灰衣袖只想带走属于自己的云彩 到头来什么也没留下